可以走三營一部分 但對明天場景有進去的對望 這個方向 拿著招募單仔細詢問就業內容 整個展場滿滿人潮 校園真才就業博覽會登場 吸引不少學生參加 感受很好 然後也有了解 進一步更了解到 他們公司場合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連岸各大企業爭相擺攤 還機會推動兩岸青年交流 近年來許多陸生來台念書 台灣新年更勇闖大陸工作創業 這次博覽會報名人數就超過400人 其實他們的起薪都差不多 不會差太遠 但是一年過後 可能大陸已經升一倍了 台灣還在可能是10%到15%的調升 像到中產階級 這些企業的薪資 大概都在台灣的 以我們了解大概在台灣的相同值 缺大概在三四倍的薪資 來招募學生的各大企業 提供了上千個工作機會 這次就業博覽會協助學生 提早獲得就業資訊 釋入了解對未來工作領域 不只讓學生確立未來的質疑目標 也更了解兩岸就業的市場現況 記者林中正 王淑明 李岸營 桃園報導